今個月禮會日期,分別是10月9日星期一上午9點30分,星期一下午2點30分, 同時10月10日星期二上午9點30分,星期二下午2點30分。 活動流明日期是10月11日星期三,同時12日星期四。 活動秋簽日期是10月13日星期五上午,秋簽記時後,中芯會安排會員在場監察,以確保公平公正。 中芯將會是10月16日星期一下午2點30分後公布秋簽結果。 中芯將會主動致電通知中簽記老友記辦理報名手續。 如無收到電話通知,即代表未能中簽。 鼓勵下次再留名參加秋簽啦! 下次例會日期是11月6日星期一及11月7日星期二,請大家衣時出席。多謝大家! 各位,想不想做一下運動? 今期的健體氣功班又開始報名了! 時間是10月19日至12月21日,逢星期四,上午10點30至11點30的時間。 收費是60元有10堂。 大家一齊來學習太極氣功班,一齊強身健體。有興趣,現在,快點報名啦! 各位,今期遊力球班,開始報名啦! 舉辦日期是10月17日至12月19日,逢星期二的時間,下午2點3至3點3,有8堂。 64元的,名額12個人。 遊力球呢,是可以訓練我們手硬協調、摺拍感和提升我們柔軟度。 但記住,參加者是需要具備基本的遊力球技巧和需要置備遊力球拍和遊力球的。有興趣,快點報名啦! 現在講緊的是活動3,展指班。活動的時間是,由10月17日至11月21日,逢星期二上午9點30分到10點30分。 是中心道上一共有6堂,費用是90元。班組會由何笑群老師教授基礎剪子技巧及圖案。上課會有紙張提供,大家要自備尖頭剪刀。一共可以有9人。如果人多我們會抽籤的。歡迎大家係星期三同星期四流明。 大家好,接下來是工筆花鳥畫班10至11月,時間是逢星期二下午2點30分到3點30分。120元,總共有6堂。 會學習用工筆花鳥畫去繪畫花草。全課程總共會完成一幅畫作。 都會提供基本的字筆和顏料。明眼有7位,會由梁雪珍老師教授。如果大家有興趣去學習工筆花鳥畫的技法,就可以報名了。 各位,現在要介紹的是長者學院印度母課程第三期。開課的日期是10月19日,逢星期四下午2點30至3點30分。收費100元有10堂。 歡迎對印度母有興趣的同學參加。有興趣就在例會之後留名,我們會在10月13日抽籤的。 各位,現在要介紹的是長者學院夏威夷小結他課程第三期。開課的日期是10月20日,逢星期五下午3點30至4點30分。 地點在中心上課,收費100元有10堂。上課期間我們可以借出小結他。 今期不是初班,所以一定要對小結他有基礎的認識。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打電話來中心向大樓姑娘查詢。 歡迎各位參加,拜拜。 大家好,奇藝匯聚放異彩2023的畫斑社區藝術體驗正式開羅。 今年的計劃是由文政事務總署、黃大仙文政事務署、社區參與計劃贊助的。 中心都會提供上課基本的用具,有興趣參與藝術體驗可以參加。 課程會由一些已經完成計劃培訓的實習義務導師去任教。 總共有四堂。 分別有花料、書法、水菜和山水四個主題。 逢星期二和星期五上午、下午上課。 分別分別在牛池灣文餘中心和平台中心舉行。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報名你所屬的一些主題的分別。 各位,現在要介紹的活動是 三五同行、創造可能、35週年慶祝活動、小禮物、大行動。 活動的日期是11月3日,星期五。 時間分兩段,上週9點半至12點。 下週2點半至5點。 對象是中心的有效會員。 只要你的身份證號碼有三字或五字。 你那天帶身份證和會員證來到中心指定的餐位, 就可以換領一份小禮物。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禮物當然是送完即使啦。 各位,現在要介紹的活動是 三五同行、創造可能。 三十五週年慶祝活動。 第一,如理同行三十五載。 活動的日期是11月11日,星期六。 時間有兩節,分別是9點半至10點三。 第二節是10點半至11點三。 地點在中心啦。 收費是免費的。 每一場的名額有50個。 內容呢,我們會分享一下 35週年慶祝活動片段。 當然有玩玩玩遊戲和紀念品啦。 歡迎在禮會之後登記留名, 我們會在10月13日抽籤, 收眾會通知你。 拜拜! 現在要介紹十家喜樂一個小時活動。 活動的日期是10月19日和26日。 時間是上午9點到10點的。 10家堂的傳導人和義工會來中心 和大家分享宗教的訊息。 玩玩遊戲,唱樂曲。 歡迎大家有興趣來到信民署 拿一張免費的門券。 先到先得。 多謝大家收看。 大家好。 又到我們見到有理互聯網的時間啦。 我是林姑娘。 我是譚生。 譚生啊? 聽說,這陣子我們經常都在陸牌裡搞狗。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我當然知道啦。 好像上次一樣, 我們今年的二元呢, 就是搞了這個閃避球比賽。 大家幾十人一起聚在這裡。 又有觀眾,又有參賽者, 一不知幾年鬧。 不過不知道幾次才有下次呢? 因為這麼精彩的活動, 我們當然是不會搞一次啦。 所以,在來近10月份, 我們都會有一個夏川的街坊比賽。 那就是高代球的挑戰賽。 那來近10月16日,星期一。 那就是下午兩點半鐘開始呢, 就會在龍泰球球場。 有一個高代球的比賽啦。 那就會是兩個人一組的。 那現在呢,名額呢, 尚餘兩組。 那有興趣的會員呢, 就再過來報名啦。 那大家記得啦, 找你自己的朋友仔, 自行組隊, 才來找我們報名, 先祖才行。 對啦, 那就沒有錯過了。 那呢, 做完運動, 玩完這個布袋球, 我們當然是要做一些健康的, 資訊啦。 那是一些痛症的聲音啦, 還會講解一些常見的脊骨問題。 那費用是全面的。 那名額有50個, 那大家呢, 到時有興趣就可以報名啦。 留意一下這個活動呢, 我們會抽籤進行的。 那如果抽籤了, 我們就會控制大家的啦。 我們會跟這個香港健脊中心的脊骨去合作的啦。 那如果有什麼查詢呢, 就可以找我們兩位, 或者找梁佩玲姑娘。 嘩, 這個我也想聽一份啦, 我都經常腰骨痛, 背脊痛呢, 真的不行, 真的動多些, 聽多些知識, 來線一下我們的身體狀況。 姑娘, 你當然可能坐得多在這個辦公室呢, 所以就有這個腰痛的問題啦。 那呢, 有什麼方法呢, 我會建議你去這個龍治樓、龍桂樓, 中間空地跟我們站一下才行啊。 哦, 你說龍治、龍桂樓, 中間空地, 一定是講義蜜、疑蜜的活動啦。 是啊, 就是義蜜、疑蜜的活動啦。 是的, 那我們呢, 義蜜、疑蜜的活動每個月都會有一次的。 接下來呢, 就是10月20日, 星期五啦, 就下午3點半到4點半, 就在龍治和龍桂樓的中間空地的。 到時候呢, 大家都可以拿起一些, 用不著的涵蜜物品過來跟我們換啦。 那當然啦, 我們的活動只是收一些新的, 和一些不是貼新的物品的。 所以呢, 穿過的衣襪, 鞋啦, 褲啊等等, 就不要拿過來跟我們換啦。 是的, 那星期五的活動呢, 除了這個義蜜、疑蜜之外呢, 又怎麼少得我們這個有理遊樂場呢? 那我們來近10月呢, 又不會出兩次的有理遊樂場啦。 我們會在10月13日和27日, 星期五, 3點半到4點半呢, 分別會在龍輝樓旁邊的空地, 和黃大仙社居中心旁邊的空地那裏, 那活動呢, 就不用事先報名的, 大家到時有興趣來到呢, 直接來探一下我們就行了啦。 那呢, 除了這個街站活動之外呢, 我們還有什麼活動可以推介呢? 是的, 那除了呢, 有一些街站的活動, 我們每個月會進行之外呢, 那我們有一個很標誌性的活動呢, 都是會每個月進行的。 那我們在說的活動呢, 就是呢, 好像在我們中心平台對出的空地那裏。 啊, 你說的一定是這個早神運動班啦。 咦,沒錯。 是的, 那我們呢, 十月呢, 都會從星期一至五, 除了這個工作假期和禮會日呢, 繼續每日呢, 每日呢, 早上九點到十點鐘呢, 在外面和大家做運動的。 是的, 每一日呢, 會由我們的團長義工, 帶領大家做不同的運動。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即場來參加, 那就不用事先報名的了。 那到時呢, 我們會為大家做一些簡單的登記的了。 是的, 那我們這個月的活動呢, 就到這裏了。 那就十一月再和大家見面了。 好了, 拜拜。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接下來要推介大家參加的活動是 老有所為活動計劃的 25周年頒獎典禮。 我們會在11月1日, 星期三, 下午2點半開始。 那名額會有25個人的。 那到時就需要, 如果多過25個人就要抽籤啦。 那到時呢, 我們就是以線上的模式, 就會頒發一些獎項啦, 還有一些團體表演的。 那到時候還會有網上的有獎問答遊戲。 最後還會有抽獎號碼的環節。 那如果大家想參加的話, 就記得報名啦。 經常聽到的老友記問我, 何時有得量血壓呀? 由即日起, 中心恢復血壓量度的服務。 會員可以自行到血壓站量度血壓。 不過, 量血壓之前要留意, 要休息10至15分鐘才好量啦。 如果件衣服太厚呢, 那就應該要脫掉內套先。 那都要調教一個舒適的位置, 讓自己的身體不要過分地向前傾。 前手臂要放鬆, 手心向天, 手臂放在承托架上面。 但各位要留意呀, 如果血壓持續的高或者低, 就要盡早求意啦。 委員和你玩餐飽10月例會活動編號是20號。 日期, 2023年10月18日星期三。 時間, 下午2點至3點。 地點, 中心。 內容, 由中心委員及莫先生籌辦聯 衣食住行, 主題的懷舊活動, 有互動遊戲, 主題活動, 憑歌妙韻, 寄予人生。 費用, 全面。 名額, 50名先登記, 後秋簽。 如有查詢, 請致電中心與莫先生聯絡。 今次籌辦活動紀中心委員是, 周二貞, 楊萬河, 蕭佩兒, 馬月好。 接下來, 也會介紹一個由社會福利署, 黃大仙及西貢區福利辦事處之助的計劃, 這個計劃叫做登月計劃, 長者及護老者精神健康推廣。 日期會在2023年11月舉行, 為了有情緒困擾的長者或護老者, 安排連續一個月的自我關顧練習, 當中包括學習和進行七種計劃中, 所設定的關懷自己的行為。 合資格的參加者可以獲得練習材料和講解。 歡迎區內的長者及護老者報名參加。 不過參加者需要接受前後問卷, 去確認參加的資格。 這個計劃是免費的, 名額有10個。 如果想報名的話, 請聯絡黃麗妍姑娘。 大家好, 我是輔導及表知障礙症服務的黃玉英姑娘。 今天又會和大家介紹幾個活動。 第一個是, 《賽馬會樂齡同行計劃》《社區講座》《聲療安定之音》。 內容是, 體驗聲療運作的過程和大致平衡的意義。 亦會配合呼吸法去掌握當下的情緒變化。 這個講座的日期是2023年10月18日。 時間是上午10點至11點3。 地點在我們平台中心進行。 歡迎會員和社區人士來報名參加。 名額只有30位而已。 如果想報名的話, 可以打電話來 23523082給我們中心職員留名。 對這個講座有疑問的話, 也可以向趙先生查詢。 接下來是介紹第二個計劃。 這個計劃是, 《恩愛得力照顧者支援計劃》。 這個計劃之下, 我們有一個關懷長者大事的培訓。 我們在2023年10月17日至2025年1月14日。 內容是透過培訓和組織關懷長者大事 去探訪區有需要的照顧者。 節數是四節, 包括教授大事認識靜觀、按摩、縱撥、 義工上門探訪技巧等等。 這個活動費用是免費的。 名額只有30位。 有興趣報名的話, 可以聯絡曾卓盈姑娘或周玉琳姑娘。 可以打電話來中心23523082 去聯絡他們兩位。 大家有沒有擔心過自己患有認知障礙症? 中心將會在2023年10月30日、 11月27日、12月18日。 這三個星期一, 下午2點半至5點, 在中心平台舉行一個中心認知篩查服務。 為懷疑有認知缺選的長者, 進行5分鐘的無特意認知評估和介紹相關的資訊。 對象是區內的長者。 不過留意每位參加者, 一年只可以預約一次的評估。 這個評估費用是免費的。 但每一次我們最多可以為10位長者去做評估。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想接受評估的話, 就記得要預約去報名。 可以聯絡王麗媛姑娘或者曾卓媛姑娘。 中心的會籍制度 本中心會籍為期一年, 各位會員請依會員正常所顯示的 下次續會日期寄月份到中心辦理續會。 過了期超過一年未有續會的話, 所有資料將會刪除, 需要重新辦理登記入會手續。 故此,鼓勵大家每年依時續會, 減省大家重新登記的時間。 標準10 申請和退出 今次同大家講的服務標準是標準10, 有關申請及退出的制度。 規定機構要讓服務使用者 可以獲得清楚的申請和退出服務的資料, 確保服務單位訂立收納服務使用者的準則, 必須一時同人, 清楚界定服務對象, 以及接納服務的優先次序及收納準則。 三五同行創造可能 中心35週年慶祝活動介紹 今年是中心35週年記大日子, 我們預備了一系列的活動, 和各友好團體和會員慶祝, 分享這份喜悅和成果。 第一個活動是給中心的情書。 歡迎各會員或者服務使用者, 到接待處領取一張祝福情書, 為中心送上你記祝福或鼓勵記說話。 填好後,請於10月31日或以前, 將情書投入給中心的情書信箱內, 以便中心安排佈置。 第二個活動是小禮物。 大行動,即是今期禮會子第8號記活動。 中心推出一個特別小行動, 如果會員或者我地記服務使用者, 你地記身份證號碼有3或5數字, 便可中獎,及獲得一份小禮物。 請於2023年11月3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9點30分至12點 或者下午2點30分至5點, 憑身份證新臨中心心領取禮物一份。 第三個活動是 35週年感恩崇拜祈慶祝典禮。 將於2023年11月10日星期五下午於本中心舉行。 招待區內業界代表及合作夥伴一同慶賀中心週年, 展示中心服務,慶祝35週年。 第四個活動是 與你同行35載。 這個活動是同會員慶祝中心週年記, 日期是2023年11月11日星期六上午舉行, 將會舉辦兩場活動, 招待會員。 詳情將於11月的禮會公佈。 第四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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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 約3週間內百合 ungefähr九千二百合ziehen。 廣告。